相关的问题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学习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郑建老师来与我们做相关的解答 郑建老师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郑老师好 我们关注到联合力见2024B演习在今天凌晨时分开启 那么相关的这个演习区域示意图呢也是随之发布 想请教您认为这一次演习释放出了怎样的信息和态度 这个演习啊可以说呢是有言在先啊 误会言之不欲 那么呢从那个联合力见2024A的时候 实际上信号已经放得很清楚对吧 那个在演习过程中那么在演习前演习后 国台办发言人也好 古方部发言人也好 东部战区发言人也好对吧 我们演习是争斗台独分裂和国际干预的 那么呢只要台独分裂那这个分子 那个不罢手那么我们演习就要 一切的反台独对台独的反制行动就要会向前推进 那么王毅主任那么在这个会见 美国这个国家前事务助理沙利文的时候 也清楚地说了 那个台独挑衅一次反制 那么就要反制一次啊 直到实现主国统一 那么这次演习 大家注意到没有解放军报发表了一个评论 也讲得很清楚啊 台独挑衅 那么只要挑衅那么这个反台独的 军事反台独的鼓就会鼓的越紧 这个力鉴就会更近一寸 我觉得这个演习那么就是针对台独的 就是针对连美谋独的 只要台独分子胆敢挑衅 进一步挑衅 那么这个信号是很明确的 这一次这个赖清德的双思讲话 和他从520到现在的一系列的讲话 和这个他的行动 实际行动表明 他的这个台独分裂 不但是啊 这个台独分裂之心不死 而且还是一步步的向前推进 无论从严正上到行政上 都是如此 那么包括最近提出的主国论 再往前 那个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520讲完以后 5月30号接受 美国时代周刊的这个专访 那么在这个专访中 他对大陆接近污蔑攻击 只能是对这个两岸关系 那么台独 他那个两岸互不离辅 民主台湾 那么呢 对这个台湾啊 自己打着这个 维护台海和平的名义 台海稳定的名义 那么这个煽动国际社会 联动起来 去这个反制中国大陆 在此后 那么这个6月16号 黄埔的讲话 在军队里边叫嚣啊 要抵抗大陆 那么在这个7月21号 在这个民进党全台会上啊 提出了建立台湾 所谓台湾主体性的国家认统 对吧 那么到了这个823啊 炮战的时候 82366周年啊 这个叫嚣要这个啊 要抵御啊 所谓大陆威胁 倒打一旁 那么到了10月5号 这个 呃 10月5号啊 这个所谓的双师的那个晚会上 那么提出所谓啊 这个荒谬绝伦的 这个祖国论 到这一次 双师讲话 那么他的 台独分裂言行 只在往前走 没有往后走 没有往后说 他提出的那几个不变 实际上呢 都在变 那么你比如说 第一个不变 维护什么台湾 台湾那个那个 那个所谓国家主权不变 他那个国家主权是互不离属的国家主权 是新两国论的国家主权 是他那个荒谬的中国论的国家主权 不是传统的啊 包括台湾的那个法律文件啊 所说的 那么一中啊 代表一中性质的啊 一中色彩的那个不变 对吧 他这个在这个 那个四个不变 我看哪一个不变 他都在变 所以说呢 大陆方面 采取这样一种行动 警告态度 警示态度 实际上这一次呢 也行持实质性的封锁的 这样一种效力 就是告诉你悬崖勒 如果你不悬崖勒 那么今后呢 就会更进一步 这个见就会离你更进一尺 直到你 那么这个知道啊 悬崖勒马为止 直到祖国统一为止 您从赖清德 从今年5月20号上任 至今啊 带来的一些种种的挑衅言行 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梳理 那么可以说 从演习的这一次实施背景看 赖清德发表这个挑衅言论在先 那解放军必须要采取这个 必要的行动惩戒在后 可以说这个联合利剑2024B演习呢 是成都促统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那我关注到呢 其实有军事专家认为啊 这一次行动呢 是定在凌晨的夜间发起 那么也彰显了这个演习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全天后 可以说它的实战氛围是更加浓厚 那么选择在凌晨开展此次演习 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我觉得凌晨演习呢 那么呢 我觉得至少呢 应该从那么四个方面来看 我觉得第一个呢 它实际上展示了解放军呢 这个可以随时出手的这样一种能力 就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 任何环境的条件下 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 解放军就会断然出手 出重手 出装这个反台独 反干涉 所需要的这种力度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战备状况 那么按照军事书语来讲 这是一种解放军的全天候地作战能力 而且这个作战能力是处于一种整个带弹的盘马弯弓 随时可以把剑发出去这个程度 所以说呢 我注意到昨天东部战区专门发了个视频 小视频里边内容可是大了 整个带弹 说明解放军呢 整个带弹的状态 第二呢 它是展示解放军的这种夜战能力 那么我们都知道解放军呢 传统叫近战和夜战 但是呢 那当年呢 这个近战和夜战是互为一体的 那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远程武器 小米加步枪 对吧 武器打不远 怎么办 就要力近打 怎么才能力近打 晚上打 对吧 晚上悄悄地潜伏 那么凌晨和佛小 发起攻击 这样就可以迅速地让我们那个短火力 可以打到敌人头上 冰雕连就是这么牺牲的 哎 这个是这样 但现在呢 我们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呢 又有了巨大的提升 那么我们远程武器有了 远程武器有了 打得远不行 还得看得远 要侦察预警系统 要到 那么这个也有了 那也不够 还要那个能够把那个数据啊 传输过来 包括那个打击效果 对吧 要有传输 那么这个通信能力 它也强了 那么这个呢 凌晨啊 实际上那你想想 凌晨五点钟 东部战区 这个发布消息 那么这个部队什么时候行动呢 你可以想象 那就是连夜行动 从机动到展开啊 到进行武器的实际操作啊 到这个 是不是会有下一步的行动 那么这个是解放军呢 这种夜战能力 现代条件下的 这样一种夜战能力 这样一种巨大的提升 那么第三个呢 这个一般的 对军事比较熟悉的来说 现代战争啊 这个特别是守战 或者说 这个这样一种 大规模的作战 一般情况下 都选择凌晨 或者扶晓 对吧 甚至夜间 那么这是一种规律 在里边隐含着一种什么含义呢 美国台湾战争 就是这个时候发起的 为什么 是隐身平台 首先普及 那么 这个是不是 间接地告诉大家 这样一种 夜间发起的 还有 解放军隐身平台 这种发展 这种东西在里边 我们的画面中 是否看见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国防部发言人多次讲过 台海方向 像歼20这种隐身平台 早就参加了 对吧 台军好像似乎也没有发现 没有能够掌握得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 还可以呢 做这一方面的解读 那么第四个解读 我个人认为 是解放军这种 速战速决能力 那个增强 这个在10月7号 台湾当局 这个所谓国安会 发了个消息 大家还记得是吧 说解放军要进行 联合律舰2024B 那么今天呢 一进行 好像有人说 哎呦 你看看 人家那个侦察能力 多强啊 我觉得这个呢 不表示他侦察能力 这强 这个实际上是 你看国安会 所谓国安会 头是谁啊 吴钊燮 吴钊燮是看 肯定是看过 那个赖清德 那个双石讲话的 他知道 是吧 从以往 我们那个表态 我们表态就要做到啊 大陆方面 他知道解放军呢 会进行有力的反制行动的 那么同时呢 那么5月20 5月23号开始的 哎 那肯定是有弊啊 他自然而然做的推测 他推测是两方面的动机 一方面动机呢 他叫侦察威慑 这是一种战略手法啊 是一种美国 从美国那里学 就是我公布你的行动 虽然是猜测的 让你不行动 你不行动呢 赖清德不就可以得寸禁止 继续吗 对吧 那还有一个实际上呢 是更真实的就是说 实际上是 他是一种预测 一种判断 他知道 他是强硬的 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 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贼喊 是贼在做贼 贼在喊做贼 他事先把这个公告 预告出来 然后呢 解放军如果应该演习呢 就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大陆了 对吧 那么大陆方面 在5月20号 那么那个 这个之前 对吧 一系列的警告 上到最高领导 对吧 一直到国台办的发言人 一直到各个方面 包括军方的发言 都告诉你 我们是希望台海和平 希望和平统一的 我们没有任何动机 任何愿望去制造这样的紧张局势 但是一意孤行 错估形势 错估美国的 误判国际上 一些对他的所谓挺台支持 他这样一种网动 如果不给他断然赫止 那必须 他就会得分进尺 所以说呢 我认为 这样的行动 这样的台东 如果还不收敛 那么这个瓮 就会越来越密 越来越小 直到台东被消灭 诸国实现统一那一天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有关注到 在这一场演习中呢 航母编队呢 也有参与其中 想请教您 相关的演练释放出了 怎样的一个信息 这是演练 我认为航母编队出击 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 那么航空母舰编队呢 第一个呢 那么这个 我认为啊 是内打台独 对吧 因为呢 台湾本岛的东部 过去我们那个 我们的部队啊 腿短 怎么说腿短 是吧 台湾本岛东部 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呢 他的嘉山基地也好 他的那个台东的 狮子山洞库啊 狮子山基地 包括这次F16都要记住那里吧 那么有这个 中央山脉做屏障 似乎比较安全 那么有了航空母舰以后 当然不仅仅是航空母舰啊 我们的这个 其他的手段啊 海军的也好 空军的也好 这个火箭军的也好 那么航空母舰 当然是最具标志性的 那么这一次呢 演习就是给你看了 都现场直播了嘛 对吧 给你看了嘛 就是告诉你 你的东部不安全了 所以这次呢 演习科目中 有一个对陆对海打击 对海打击 这个不新鲜 对陆打击 他可以没有说是对岛打击啊 对岛打击 可能只要 指的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乌丘啊 东尹啊 这一次啊 乌丘东尹啊 这个马祖 需要啊 不需要航空母舰 对陆打击 对吧 对陆打击可能就是 舰载的巡航导弹 包括辽宁号 这种重型的舰载机 它的进攻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呢 这个是就是告诉你 你台湾没有一寸土地是安全的 那么航母的第二个作用 我想呢 也是众所周知的 外拒干预 对吧 那么你这个干预 从北边来 你看我们这次演习 请你北边 对吧 北边 那么从巴士海峡方向 包括在菲律宾 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岛上啊 部署提风系统 中枕导弹 我们这个对陆攻击 我我想 恐怕也有这方面的政策含义 而我们的航空母舰 更具这方面的政策含义 对吧 你来 你从海上来 你从空中来 你从水下来 我们都有能力 去这个进行打击 进行威慑进行打击 像辽宁号 这样一种航空母舰 不要仅仅看错一种 上面几家飞机 是个防空平台 它航空母舰 从本质上讲 它是一种进攻性能力 进攻作战能力 非常强的武器装备 可以对地打击 可以远程打击 那么可以按照它所形成的 它整个编队作战体系里边的 那么那些055也好 052D也好 我看现在的 也是这个国际上呢 也有报道是吧 它也有对陆打击的 这种巡航导弹的装备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 一体化的打击能力 对内打台独 对外 遏制干涉 反制干涉 我觉得这个含义呢 这个航空母舰编队的含义呢 这个可以做两方面的解读 当然也可以做 其他方面更多的解读 所以航空母舰 这是一个大国重器 怎么形容它的重要性 都不为过 我会希望 以后啊 福建舰 那么在加入的时候 那样一种能力 恐怕呢 就会引起更多的关注 我想无论是何种手段 其实表明大陆方面 是有效的来这个 互持主权的决心 能力 意志 包括还有一些手段 好 谢谢郑建老师 为我们带来您的观点 那么以上的问题 谢谢您带来的一个 非常详尽的一个解读 谢谢郑建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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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